嗨 希瑞 我在 速报君 听手新歌 这是Dice的新歌 Double Love 这首新歌呢 是漫改剧 绝对会变成BL的世界 和绝对不想变成BL的男人的主题曲 成员和天萨也在此剧中 又特别出演 而成员花村想太 则负责歌词部分 歌曲MV 是由Dice和Line Music共同制作 歌曲中有一句歌词 如同泡沫爱情一样 即使知道你是在骗我 我也心甘情愿陷入这场骗局 只为得到那一丝的愉悦 今天是我跟希瑞的第127天音频记录 希瑞 在吗 我在 我是希瑞 每天听速报君讲日本 希瑞 你听说过丹美这个词吗 知道 丹美其实最早来源于19世纪末的西欧 不过那时叫唯美 是的 唯美主义的拥护者 认为艺术不应该具有任何说教的因素 而应该是追求单纯的美感 比如代表人物王尔德 就是典型的唯美主义者 后来日本人则借借了唯美主义 创作出了丹美主义 两者意思呢 大概相同 所以一开始的丹美啊 并不是单单指BL漫画 那为什么丹美现在却成了同性爱的代名词了呢 这个嘛 还要说一下历史 丹美作为一种文学派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就在日本文学界里盛行 算是浪漫主义的一个分支 大批日本文学作家都受起影响 比如古奇润一郎 江湖传乱部 三岛游记夫 他们的作品中呢 都抛开了世俗对美的定义 大量描绘了女性畸形的身躯 以及对女性身体的偏爱 他们可以说是早期日本丹美派的代表人物了 从六十年代开始 因为女性向漫画的迅速走红 丹美这个词呢 逐渐从原意中脱离 演变成了一个分支表 之后丹美进入中国 俨然成了男同性恋爱情的代名词 好像除了丹美 还有相对的词是百合 你也来讲下 百合这个词呢 比丹美历史短一点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有一本面向男同性恋者的杂志 叫做《强微族比较火》 受这本杂志的影响啊 大家把男同性恋者 比喻为鲜红的玫瑰 而当时主编一腾文学 想让男性和女性有个区分 便想出了百合这一词 在这之前啊 日本很少有女性像作品 和女性创作的作品 都是一只衣服在男性像漫画之上 百合这个词出来之后 才算是真正意义上 女性像漫画的开始 小学馆 讲坛社 及音社都是那时候 推出的一女漫画专刊吧 是的 那是一股女性像的漫画热潮啊 但是呢 百合一开始 还只是作为女性同性恋的暗语 并未被大众所知晓 直到1983年制服百合族 这部描绘女同性恋的 浪漫色情电影受到欢迎 百合这个词啊 才开始被大众认识了 它不再是暗语 而是明面上就指代 女性同性恋的词语 2000年之后啊 就开始慢慢的普及了 由于单美百合本身 带有唯美主义色彩 比起同性恋这个词呢 单美百合 更让人能感到一种美感 但以传统的异性恋作为标准 单美百合还是不被接受的 并且啊 有不少人认为 单美百合这些作品 都是违反道德底线 而看的人 可能都有犀利疾病 这可能就是长期以来 单美百合作品 被人眼看待的原因之一吧 没错 但是 如果单纯以艺术的角度 来评判单美百合的话 那只是一种艺术形态而已 无论是文学作品 舞蹈作品 还是影视作品 他们都会通过某种意识形态 向世人传达作者自身的理念 通过塑造形象 来反映社会生活 就像前段时间啊 特别红的日剧 大叔的爱 剧中 男主善良真诚 男儿细心顾家 男儿在经历了告白悲剧后 男主也开始自我审视 单单只是因为 对方是男性才拒绝的吗 还是真的不喜欢 而另一边 也喜欢男主的大叔 在发现他们是真案后 决定放手 成全他们 最终啊 有情人 终成眷属 另一部情色小说家呢 讲述了男儿 骑车 撞上了男一 以此为契机 便为男一做事 但是在知道男一 是写色情小说的作家之后啊 男儿内心 开始纠结了 师父继续要帮助男一呢 在逐渐了解了男一之后 男儿便不再纠结 最后呢 两人也是敞开心扉 拥抱在了一起 这个画面真美 其实在我来看 男男恋爱 还有男女恋爱 没什么区别啊 确实 只是单纯这么对比的话呢 但美戴和作品 确实只是从男女主角 变成了两个同性主角而已 其实作品里面 想要传达的东西呢 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我们生活中的 真 善 美 真爱是美丽的 是与性别无关的 可能这样的作品 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 毕竟能跨越世俗看世界 还是挺难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可能对他们的想法会随之改变 会慢慢的接受吧 这个嘛 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对于任何事物 不该一开始就去否定 也不要抱有偏见 应该用宽容的心态 去对待和观察 至于是否能赞同 就不那么重要了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了 明天见 好的 明天见 白了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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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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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君の雫が Just like bubble love